15歲以下韓國瑜的支持度真的相對的低很多 輸給蔡英文很多 但是浩宇如果從網路上面來怎麼樣分析呢 我們其實很久沒有來看這個網路大數據 因為這一陣子變成都是藍綠對決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忽略包括像郭台銘啊 或之前可能會成為總統候選人的科文者 我們都沒有在注意了 那現在網路上的狀況是如何 我稍微講一下就是網路的這個 因為我們聲量其實看到非常清楚一件事 就是支持韓國瑜的年齡偏大啦 所以大家回家可能會覺得 怎麼爸爸媽媽都在看這個韓天台啊 有這種感覺就是大概五十六十歲左右 但是七八十歲老人家好像不太支持他 所以網路上這個族群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這個粉絲團的組成跟他的粉絲組成 其實年齡是偏大的 這是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部分其實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其實是潛在的總統候選人的一個 他的一個粉絲人數的一個成長圖 你會發現一件事 他是橘色的線完全不見了 沒有他的線在這裡 代表他沒有成長 就是他這段時間他的粉絲一個禮拜大概成長三百到五百 綠色是誰 就是韓國瑜 他在屏的這個地方完全沒有出現 他基本上已經沒有成長了 代表他的成長陷入一個停滯 甚至在這個禮拜我們觀察到開始負成長 就跟柯文哲掉粉一樣 這個大量的負成長 那這個部分 這個綠色的是柯文哲 你有沒有看到柯文哲發生什麼事 他上個禮拜被大退粉有沒有 然後整個粉就突然間掉下來 然後少了大概好幾十幾萬個粉絲 可是這兩天發 二十七天少十六萬 發生了什麼事呢 你有沒有看到他突然拉起來 這大補血了 為什麼大補血呢 我們突然間發現說柯文哲來了很多來自於阿拉伯國家的粉絲 有什麼列門啊 什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啊 約旦啊 好奇怪為什麼有這些粉絲我也不太理解 但很可能是台北市政府是不是下個月或議會要去考察或什麼的 但柯文哲其實如果一個政治人物他需要用假的粉絲或這種方式來補粉的時候 就代表說他整體的聲量我覺得是 要這樣說人家外交友誠嘛 你不要這樣講嘛 所以說就是有國際的友人的支持 對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在那個郭台銘結婦之後 我們一直在觀察就是郭台銘的這個聲量跟 郭粉到底何去何從 兩邊的這個整合度怎麼樣 目前兩邊看起來還是負面比較多啦 但是朱立倫的粉絲確實有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 喔 現在慢慢這個風氣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他的粉絲群目前的一個連結度是開始增加 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人說朱立倫會不會變成副手啊 甚至有民調說朱立倫出來做 好像韓國瑜的民調會拉近一點喔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後面可能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很多朋友跟我說喔 明年一月多他們要出國 為什麼 因為反正小英已經穩啦 我們就出國完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不能有這種心態 就是因為軍公教他們投票率還是很高 所以最後可能還是要努力投票 好 所以瑞德哥你看從民調或從大數據來分析 是不是真的像這個義夫所講的 蔡英文喔 綠的支持率到底喔 韓國瑜反而是有增加的機會 如果說蔡英文的支持者還覺得說 喔 這樣穩啊穩啊去交友 交友喔 那這樣子其實選舉結果還不一定是真的穩喔 明年對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戰喔 所以呢 一定要堅持到底啊 你如果要出國 你沒有把那張票回歸的 不可以處理對不對喔 出票回歸後 新晚上要處理比較出去嘛 要過年好好去擠頭嘛 那麼事實上來講啊 那麼國民黨最近這個 我覺得我個人對他們充滿了這個欽佩 尤其是國民黨的立委沈智慧的女士 那真的是有智慧啊 說出那樣的話 我實在是真的覺得 個人是非常的欽佩 為什麼呢 他直接講說啊 那麼為什麼韓國瑜的民調輸給這個蔡英文 為什麼 是因為介紹蔡英文的韓粉要欺敵 你知道嗎 所以故意講 支持蔡英文 不支持韓國瑜 那蔡英文的民調就高了嘛 韓國瑜就低了嘛 然後民進黨這邊喔 那我們就出國去玩就好了嘛 好 嗚嗚嗚啊嘛對不對 好像要欺敵嘛 其實不只這個 呃 沈智慧這樣講啊 其實另外一個國民黨的高層也怎麼說 呃 這個民調不可靠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不可靠呢 因為這些民調呢 是撤不到韓粉的 也就是說始終韓國瑜接不到電話 結果我就納悶啦 韓國瑜百分之四十四的那個內戰的時候呢 那個百分之四十四的 不就是在家裡接聽電話 韓粉很西東 接聽電話才有百分之四十四嗎 他們剛剛沒有電話 還有 沒有電話嘛 大哥大 對吧 難道韓國瑜出去參加那個 韓國瑜的肇事 大哥大都沒有帶著嗎 我不相信欸 對不對 所以呢 事實上 你要那麼阿Q 我也沒有意見 不過選機是這樣 選機看是一個屁股 是一個屁股 不是看那個 你一分 一個百分比 兩個百分比 來來回回 三個百分比 像這樣子一個二三十二 二十幾個民調做出來 都是蔡英文領先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屁就可以吻下去嗎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 今天聯合那個聯合報 所發佈的這個民調呢 是第二十七個 哦 二十七個了 我待會再算 二十七個民調 第二十七個民調呢 蔡英文領先韓國瑜 而且你不要忘記 今天還是領先十二趴 對 那麼上個禮拜 也是大概十趴 十點多這樣子嘛 對不對 除了旺旺中時 之前那個拉高了一點 然後後來上禮拜低了一點 六點九吧 我記得 差距啦 那你要知道 TVBS 旺旺中時 聯合報系這些 你總不讓說是機關效應了吧 你總不會說 哎呀 因為這個 美麗島電子報啦 因為什麼台灣民意基金會 你們不相信 你知道嗎 幾乎都是這樣 這就是一個是 這就是一個死 那麼他們現在都要自我安慰 就好像安慰說 我們條工跟你說 我們要集集蔡英文 讓你們掉以輕心這樣嘛 對吧 這是一個是啊 為什麼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選舉不成功 以前說花錢買就有了 現在是多減算就有嘛 你要這樣減少嘛 國台民撩兩聲器嘛 那包括黃創下都已經 他也是深藍也是外省藍 他就跟你說 我沒可能帶給你嘛 死就沒可能帶給你啦 說我難聽就是這樣啦 那找一個朱立倫啦 有什麼可能力的 朱立倫在那邊 趴下說 朱立倫 我平訓而論 論口才 論學士 論經歷 論一切對不對 資歷學經歷 都優於韓國瑜 時夜 雲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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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知道現在為什麼要想盡辦法 昨天 前天本來就應該去住住 覺得人家洪秀住台南的中間放交了 有沒有 沒辦法去嘛 咱為什麼去 咱不是為了洪秀住去的 咱是因為朱立倫來啊